据报道 赖清德近日视察台东海风大队与熊三导弹车合影 表示要以路至海对抗解放军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称 若解放军进入台岛12海里内对台海空域构成威胁时 会行使所谓自卫权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何谈所谓的自卫权 赖清德当局故意作秀壮胆 更显其色力内人的虚弱本质 解放军始终是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对任何谋独挑衅行径 都坚决反击惩戒 台独分裂势力阻挡解放军 无异于飞蛾扑火 闹腾的越凶 灭亡的越快 运气 你做小子 老母 opin 游戏